每一天开工之前 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 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 基本情况 还有脚本 被挂断了 没关系 很正常 大家都害怕电话诈骗 对陌生来电有戒心 但是如果你连续播了三次以上 他们就会觉得有急事要找他们 喂 张力线是吗 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部 现在有如下的事实要向您核实 您必须如实回答 态度严厉冰冷 公实公白 还有不耐粉 喂 喂 你说话 您上个月十七号下午 在华西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开了三核拜新童 四核科素雅 三核立甲立仙 六核二甲双菇 总计七百四十元 医保支付了六百二十元对不对 细节一定要真实准确 客户资料里有 你们一定要备熟做到一气呵成 我每个月都开药 这钱数我记不清了 刷卡付款吗 什么卡 公行的单位的工资卡 卡号报给我核对一下 为啥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 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 涉嫌骗保 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庭处理 怎么可能骗保吗 你喊什么 你违法了 这样吧 我帮你转我们中心主任 你跟他申诉一下 到此 一线任务就OK了 核心就是围绕着他们的利益 不管是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 还是他们害怕失去的利益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